国际最新带您来看八基斯坦南部金船列车出轨意外 造成至少30人死亡 近百人受伤 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重难人员入夜之后继续搜救 投入重机聚开挖 而当时这般火车在北上的途中突然脱离轨道 一共10节车厢翻覆横躺在地 撞击到扭曲变形 乘客从窗户逃生 也有人在车厢内等待救援 因为死伤人数太多 主要火车路线宣布不载客 只载送伤患送医 而根据铁路部门表示 目前还在调查 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疏失 可是八基斯坦铁路维护不善 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事 也是常常传出有火车对撞的严重意外发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